歡迎來到海綿哥哥的頻道 我是海綿哥 不曉得大家之前有沒有玩過TRPG 也就是桌上角色扮演遊戲 如果你看過怪氣物語 第一集主小群他們在地下室一起玩的也是TRPG 那最近台灣近幾年才比較流行桌遊店 我也才跟朋友接觸玩過一次 今天要介紹的光芒魔導師之怪就非常像TRPG 不過做成電腦遊戲之後都叫做CRPG 前陣子很紅的神御元罪惡跟博德之門3 其實也都是這一類型的遊戲 不過他們都把骰子拿掉了 直接給結果比較少那種桌遊的感覺 那這個遊戲啊每次戰鬥攻擊劇情選項也都要只骰子 算不是說自己真的拿骰子骰 但是少了那個骰子的結果就是感覺不太一樣 那遊戲一開始玩家需要先創建四個角色 你也可以不創建 不過不創建的角色我自己是不太喜歡啦 所以我就自己設定 角色的設定呢是照龍與地下城的規則 有五個種族六個職業八個背景 其中不管是戰士或是法師 每個職業還有分不同的類型可以選擇 一個職業可以分三四種變化 我覺得還蠻多的 但是有的要升級以後才會有選項喔 除此之外還要設定角色的外觀 個性能力細部設定相當的多 不過角色的貼圖有一點瑕疵 角色長下設定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不算太醜 設定好故事以後 我們設定的四個角色會在修場 各自講述自己的故事 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新手教學 我覺得這個設計還不錯啦 那之後呢 玩家就會接到委員會的委託 然後我們就開始展開冒險了 如同神預言罪惡一樣 他很多事件都要看隊伍角色的能力 會有不同的對話選項 成功率也會不一樣 那事件的故事呢 可以隨時翻看紀錄 不過分歧 沒有像原罪惡那麼多 那麼精彩就是了 接到任務後 我們移動到任務點 是用大地圖的方式 隊伍可以選擇移動速度 走越慢的話越安全 比較容易發現敵人 那也會有野外戰鬥 或是採集到路上的植物 小動物 那這些東西也可以製作物品 到了任務點 就會切換到精細的地圖 可以探險 一路上可能會有陷阱 機關 也會有寶箱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敵人的足跡 那如果看到敵人的足跡 建議就要開啟隱匿 來探查一下 因為這遊戲 戰鬥也不是很簡單 可以輕鬆碾過的 遊戲的戰鬥是採 方正格子的戰棋戰鬥 高低差會影響 還有一些視野 也都會影響命中率 有的敵人還會飛 那近戰會打不到 不過還好我們角色會有三套裝備 可以隨時切換 成遠成乳器 地圖上還有許多的物件 可以在戰鬥的時候利用 像是洞穴內會有一些巨石 像中乳石那樣子的 你可以把它擊落 然後砸到底人 或是趁敵人不注意的時候 推石頭下去砸它 遊戲的魔法分為 細法等級1等級2的法術 還有領域法術 除了細法是可以常駐使用的 剩下的都有次數使用限制 沒事不能亂用 但是相對這些都是比較強大的魔法 使用以後如果想要再用 就必須要長休息才能回復 短休息就不一定能回復了 法術的設計有點原罪2的影子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像是油膩樹可以讓經過的人跌倒 雲霧樹生成濃霧 範圍內不能攻擊 而且在霧的後方 遠程攻擊也會變得很難重 霧裡的敵人也是幾乎都打不中 沒有魔法的戰士類職業 也有自己的特殊能力 通常也是有使用次數限制 我自己體驗後覺得 那個視野非常重要 雖然地圖上有燈 但是我發現我的角色 沒有人點得到那些位置的燈 敵人有夜市我就被屌打了 建議至少隊伍有一個人 會用閃閃發光的技能 或是創腳的時候 你角色要有夜市能力 因為主要敵人是蜥蜴人 都有夜市能力還會爬牆 牧師也是必帶的職業 畢竟能補 差很多喔 雖然跟火紅的CRPG大作 相比這一個遊戲 建模沒有那麼細緻 劇情分析事件 沒有這麼多 只能擔任遊戲 但是戰鬥還算是滿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也支援實聽工作坊 總體來說我覺得 是都輸那些大作一些啦 但是也有七八成的水準了 我個人可以給75分 如果你喜歡CRPG 已經玩過了神域原追惡 博樂之門 還意猶為盡 還是可以買來玩玩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小鈴鐺 開啟訂閱或點個讚喔 我是海綿哥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